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刚刚讲到确实对经典不能有侥幸的心态 对人生的真理不能心存侥幸 要有百分之百的信心去实践 所以要正己化人 正己而不求于人 则无愿 不只无愿还能赢得家人 赢得朋友同仁的那种信任爱戴 所以这一位老师他辞掉在深圳的工作 然后回到自己的故乡 乌鲁木齐 开始自己从自己的修身齐家做起 这个先后顺序也不能颠倒 我们有时候接到好的这些教诲 中国文化 马上一回去的就是自果平天下 马上回去找教育局长 找什么 这个都不是道法自然 你去找教育局长 你自己连妈妈都做不好 还敢跟我谈教育 这个就很值得我们深思了 一定是从我们身上能看到中国文化的价值 产生对文化的信任 这个园才会比较成熟 那已经有很多教育界 我们曾经听一个教育局长讲 他说某一个幼儿园的园长 自己的幼儿园搞得乱七八糟 然后他常常出去说要推广文化 说那个功德比较大 那哪有功德啊 都已经让教育局长都在那里 对政法都反感了 那哪还有功德可 甚至都已经让人家误解政法 毁谤政法 所以怎么做才如法 一定是先从修身齐家做起 所以他开始呢 每天这个打新鲜的豆浆 亲自端给他婆婆喝 其实很多人说 这个婆媳关系不好处 都是一个心念之间而已 都在那里计较谁先付出 其实当媳妇的假如起个念头 随喜赞叹静儿还去帮他的忙 那这夫妻的感情一定好 还会提醒 婆婆下礼拜生日 我观察呢 这个婆婆需要什么东西 那我帮你去买 你别操心了 你好好工作 他觉得呢 我这整个生命当中都有一个得力的邪内住 假如看婆婆跟孩子很好 跟自己的先生很好 还吃醋 那就这个三脚习体就不好解 还真有这种事情发生 那当真正婆媳关系处不好 那真正最痛苦的 那还是先生嘛 还是整个家庭 所以今天我们成立家庭 那时时要不忘初心 我们今天成立家庭 我们的信念是什么 有没有人结婚是说 我要搞得他个鸡犬不宁 有这样子人去结婚了没有 不可能吧 那都是要去追求幸福的人生 这是我们的目标 整个过程跟这个违背了 我们要马上调整自己的心态才对啊 不然延伸出来 自己的夫妻不幸福了 又造成孩子人格的障碍 那真这个问题就会越延伸越复杂 你看我们在诗经里面 有一篇叫做《桃妖》 桃之妖妖 其夜真真 知子余归 宜其佳人 当人家娶媳妇 这叫余归之喜 那个就是娶个好媳妇 到你们家里来 可以望三代 这个叫余归之喜 知子余归是宜其佳人 让这个家庭越来越兴旺 这是一个媳妇嫁到婆家 嫁到夫家的一个信念才对啊 中国人你看 时时都把这个人与人这些道理 放在心上 看到那个桃树的树叶 长得很繁茂 马上联想到的是 哎呀这个女子嫁过去啊 要让人家的子孙呢 就像这个桃子结果 桃子开花 桃子长树叶一样 快树又繁茂 所以这也是我们的走上婚姻啊 的这个信念 包含男子 我们跟另外一个女子求婚 那我们当下的信念都是希望能够跟他 结着一生的缘 都让 都期许自己啊 能给对方幸福美满的人生 那人这一颗初心 能时时保持 一定在 每一个境界当中啊 都能够找到好的方法 去化解 往往都是遇到境界的时候呢 不好好提升自己的智慧能力 竟把问题啊又推给对方 推给其他的人 自己又不负责任又逃避 那才会是不好的这个收场 好 那我们在汤池啊 三八妇女节啊 我们办了一个 好婆婆好媳妇表扬大会 主位朋友 我们台湾有没有表扬过好婆婆好媳妇啊 有没有 我们桃园有没有表扬好婆婆好媳妇 这个太重要了 你看 好媳妇那整个家风啊 那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人物啊 所以孔夫子说 妻也者亲之主也啊 很重要的一个家庭 很重要的一个主角啊 所以叫家庭主妇啊 这个都是依据孔夫子的教诲来的 所以 我们现在社会都需要好榜样 好婆婆要有好榜样 媳妇要有好媳妇的榜样 然后很奇妙的是啊 我们办了这个活动下来啊 好婆婆都有共同一个点 就是啊 媳妇嫁过来了 都把她当女儿看 不只是这样哦 还告诉她的孩子 就是这个媳妇的小淑小姑 她说 婆婆 这个大嫂嫁过来 她还有一段适应期 她一定要让她觉得 就像回自己家一样 你们可要好好的善待大嫂 你看呢 这婆婆心胸气量这么大 还会设身土地啊 替媳妇作想 这样的心念呢 媳妇能不能感受到 能不能 人跟人那种心与心啊 很直接啊 很快就能够交流得到 当媳妇感觉到 婆婆都为她设想 那回应回来的一定是 她也念念为婆婆设想 人跟人的缘啊 都是互相在影响 这个婆婆啊 那不只是对自己家人很照顾 这个好婆婆还有一个特质 邻居啊 有困难找她帮忙 她都很主动 很有爱心 然后呢 比方要下雨了 隔壁邻居啊 忘记收衣服 她婆婆会主动的去帮忙说 你看那媳妇看到婆婆这种 敦亲慕灵啊 实施很热忱待人的风范啊 对婆婆都是深情恭敬心 那婆婆呢 跟邻居都是斤斤计较了 那这个媳妇要尊敬婆婆也不容易 那婆婆也是媳妇的长辈啊 要做出好榜样来啊 然后这个媳妇很有意思 都是一个态度 把婆婆当自己的母亲 你看其实啊 幸福快乐跟痛苦都是一念之间 你这个信念是这样的信念的 自然就赶来的是婆媳的和谐 然后很很很奇妙的是 这些好媳妇啊 为什么有这个人生态度呢 你再往源头去找 她的父母有很好的家教 在她要出嫁以前呢 都有几个交代 第一 你可以不给我买礼物 不可以不给公公婆婆买礼物 你看这个父母要出嫁以前 是这么教的 要多替公公婆婆着想 你可以不给我买 不可以不给公公婆婆买 还真的 有一个官员 一个女士 她就有分享到 她说 她都会 在重要的节日 她都会给她公公婆婆买礼物 也会给她父母买礼物 结果她的婆婆真的去问她 她妈妈说 女儿给你送什么 结果那个妈妈讲出来 这个婆婆就很 因为她送给婆婆的礼物 比妈妈还要好 所以那个婆婆就觉得 哎哟 我这个媳妇对我可真好 买给我的礼物 还比她妈妈好 那当然 做亲家不要做到这么家狗啦 有言千里来相会 当亲家人都要和和乐乐 不要这样比啦 但是你看这个妈妈 通情达理 都会感受得到 你假如你对她 对婆婆这么好 那婆婆就会觉得 你真的把她当自己人 然后第二个交代是 今天你跟先生吵架了 回来了 不要回家里来 自己处理好 不要回来哭 那个先生你自己选的 自己要甘愿选了 就要认认分分去进这一段姻缘 所以这个不要回家来哭 第三个 一定要相夫教子 好好把这个家里打理好 让孩子在很好的环境当中成长 也让整个先生的工作 没有后顾之忧 交代这几件几个点 所以你看 一个好的媳妇 根源是什么 是她有好的家教 所以真正选媳妇 不是看媳妇漂不漂亮 是要去看看 她的父母 善不善良 有没有得省 所以敏南话讲 金才爱金好参态 驊母爱看好牛雷 你看这个 我们留下来的这个谚女 都还有很深的人生哲理 我真的遇过有老人家 就是这么选女婿的 选了很多都不合议 结果后来有一个穷书生 家里真的很穷 然后他还真的到 穷书生的家里面去看 真的是家里有够破烂 连坐的椅子都是很差劲 但是那父母都很老实 真的就把女儿嫁给他 后来他这个女婿真的很憨厚 那因为你家事这么好 然后又不计较他的家事 这个女婿感恩在心上 后来事业也做得很成功 然后他的女儿 也走上弘扬文化的路 女婿非常支持 我做你最好的后盾 你好好去做 所以他现在跟他女儿都走入 这个弘扬中国文化的行列 他的女婿都很支持 好 所以我们刚刚是讲到 这个婆媳关系很重要 所以这一位老师 他回乌鲁木齐就先从自己的本分做起 每天给他这个婆婆做早餐 亲手送过去 然后坐了一段时间 也常常关怀公公婆婆 有一天刚好在路上遇到他婆婆 可能长期这一段时间对婆婆的光爱 哎呀 婆婆感动在心里 可能就在那个路上的时候 这种感动突然达到一个顶点 结果婆婆就放下手上的东西 就跑过去给他抱住了 这种情节不是在电视看到的 这个学弟子规的 以后人生会有很多这种情境 哇 他婆婆就给他抱起来 然后抱住以后就对他讲 他说你跟我年轻很像 这个逞强好胜 就是心地善良 可能他婆婆以前年轻也吃过一些亏 然后就两个婆媳就抱在那里 他的婆婆还常常给他儿子交代 说你可不能亏待了我这个媳妇 所以有时候他先生打电话给他 说今天妈妈又称赞你了 今天妈妈又交代我不能欺负你 你看那个夫妻在谈话 是谈这种言语 他真的觉得那个家庭就非常的和谐 是先生在说着说 婆婆 我的母亲交代说不能欺负你了 这样的好戏 我们的家庭一定要上演 那都从自己开始做 然后后来他回来都很专注 很用心地照顾家里面 他的先生的事业越做越好 他先生手下的员工有几千个人 结果他先生居然给我们要地址归的碟 一次就要要两千套 我必须要做戏 当然哦 这个真的两千个人要 那我们是欢欢喜喜给 但是我们就先冷静下来 跟他的先生沟通 还是要先从自己做 还是要先从所有的主管先学 一开始发一个东西就是指着 给我学 你看他学不学 他一定反弹 我工作已经够忙了 你还叫我学 假如说我们学的地址归 当主管呢 对属下更加的呵护 更加的提心 哎哟 我们主管怎么最近好像变了个人 听说他最近在学中国文化 接着又更 我们在跟他们分享一些人生道理的时候 突然来那么几句 兄道有地道工 兄弟目笑在中 然后把自己兄弟的和乐 讲给员工听 员工在那里掉眼泪 然后说 主管啊 你这句话从哪里来的 不告诉你 他会跟着你来听 跟着你来学 这个时候水到渠成 因为你表演得很好 人家对圣教有信心 这个时候在水到渠成去推 所以这个正极化人呢 是一个重要的赤地啊 关键 结果他 他也是很用心的经营夫妻之道 所以他先生因为工作嘛 常常比较晚回来 所以他就都会留一盏灯 然后会留一点 这个 可能先生回来肚子饿了 留一点食物 结果留了一段时间呢 都没什么反应 假如是我们会怎么样 做对的事 绝对没有求别人回馈的心 假如我们做对的事 还眼盯着别人要回馈 那个是 那个不是用我们的自信在做事 那个都是跟人家谈条件 这种心境 绝对对方会说得到 那都是要做给我看的 都是要请我上钩的 我才没那么傻 所以你看 有的太太回去 拖地拖了一个礼拜了 然后先生都还是 坐在沙发上看他的报纸 所以他终于忍不住了 然后把拖把放下来 我在这里忙的钥匙 你都没看到吗 结果先生也挺有修养的 就把报纸放下来 发脾气了吧 还说学弟子规的 所以我们有有求的心 对方收得到 我们做的就是 这就是我该做的本分 对方会觉得很不好意思 哎呦你都敬你的本分 我也该敬我的本分 所以他做了一段时间之后 有一天刚好 半夜的时候 就看他先生 就坐在那里 没有睡觉 他就突然爬起来 然后他先生可能是 这一段时间之后很感动 然后看他起来 他就对他太太讲 他说你留的那盏灯 你留的那个食物 我都看到 主位朋友 假如你是那个太太 接下来怎么样 你们怎么都没反应 你都放口水听 那个要拿来做的 这个时候我们要告诉先生 那本来就是我应该做的 赶快休息 明天还要上班 我明天打精力汤给你 好 也如感动 整个都没睡觉 结果你看我这个 这位老师怎么讲 这个老师说 我都坐这么久了 你现在才看到 不过他讲的时候 不是责怪他的先生 是有一点那种撒娇 但是最重要的就是 他确实是用心在做 他的先生感受也很强 结果这个整个夫妻关系 变得很好 变成两个人变 同参道友 先生在公司里面遇到一些问题 还会回来听他的意见 然后因为他对他先生很恭敬 进门了帮他拿拖鞋 还给他敬礼 你辛苦了 他先生学了敬礼以后 到公司去 他是最高主管 上去之后给员工敬礼 员工吓了一跳 然后做这些报告的时候 跟这些可能是一些高级主管 做报告的时候 他也是三面 因为做的人很多 三面都举过 很不一样 听的人那种态度 就跟以前 决然不同 所以有时候他的太太说 你今天做报告 效果怎么样 她说 三鞠躬以后 报告都好做 人家那种感受到我们的诚意 所以那个报告就很好的交流 甚至于他到国外去 做报告 去跟人家学习交流 他一上去 给底下的外国人取公 下来以后 那个外国人跑来跟他讲 你真的是真正的中国人 那种好理 人家感受到 这是中国人的传统 反而我们现在假如不好理了 都给外国人看笑话 然后有一天 他的先生在看一个连续剧 也是韩社这个中国文化 在其中的一部连续剧 然后其中有一段 就是有一个人很感叹 他就对着另外一个朋友讲 说我今天虽然是家财万贯 赚了不少钱 看起来好像人生很发达 但是都比不上 你替这个整个社会 做了某一项决定 推动了某一项决定 因为你这个推动 影响的是世世代代 就是很赞叹他这个朋友 看起来这一位朋友 没有他的钱多 也没有他的社会地位 但是反而他非常佩服这一个人 结果当看到这一段以后 他的先生就对他讲 他说我的事业在刺叉风雨 我的员工成千上万 我的人生都比不上你推展中国文化的价值 你看当先生对太太推展中国文化 是这样的肯定 那真的 这个夫妻关系也好 以至于是他们往后夫妻对家庭 对社会的 对他公司的贡献 那一定会相当的深远 当然了 假如我在旁边的话 我还会插一句话 他的先生呢 也当下就是在弘扬中国文化 他可以把中国文化 变成他整个企业 几千个人的企业 通通以德为本 以服务社会 觉得是本分 那这个企业就成为天下企业的榜样 那他先生呢 也是弘扬中国文化 功不果末的功臣 干的是同一件事 不见得是要拿着地址归 才叫弘扬中国文化 把圣贤的教诲 在我们的工作 处世代人当中演出来 就是实质的弘扬中国文化 所以我们修学的人 要重实质 不可以只重行事 好 这是我们刚刚讲到了 说一个人的善心发起来了 真的是影响一个地区的善心 那我们刚刚讲到了 这个老子选儿子 到底我们现在是在栽培大儿子 还是在栽培小儿子 假如我们只看到厉害 只看到以后要给他赚大钱 只看到他的才华 钢琴什么的 要学得比人家多 我才有面子 那我们都是在培养小儿子 结果那个太太就讲了 反正我不靠我的儿子 其实这样的话 都是实在是 人在福中 都觉得那个福给我的都是应该的 不管社会的事 反正我能够生活的好就好 我们教育下一代都不把孝心叫下去了 那下一代搞乱了 说反正我还有退休金可以领 不干我的事 不得了啊 怎么可以有这种心境呢 今天我们当公务员 我们领的是国家的俸禄 要为天下着想 要为社会着想 哪说反正我的孩子不养我不干我的事 这都是我们现在的人 真的心胸只想到 反正我有退休金 其他的我不管 其实我们在冷静想想 社会福利从哪里来 不就是立法来的吗 而二三十年之后 请问谁来立法 谁立法 不就是现在的小孩吗 假如我们教给他的就是 为了利益可以不顾父母 他连父母都不着想了 还会为我们的晚年着想 你可以不靠孩子了 你晚年的福利靠谁来 那不也是靠现在的孩子 长大以后他有为社会着想的心 推动整个社会的福利吗 社会是一体的啊 所以当我们都没有把这个孝道 把仁爱心交给现在的小孩 等到他们三四十岁 掌握了整个社会的立法了 他们会怎么想 哎呀这一群糟老头 让他们自生自灭去吧 只要我们吃得饱就好了 想那么多干什么 所以真的啊 人啊要想着生缘啊 假如只是想到 这个眼前这么短暂的 这种虚荣而已啊 那后患无穷 所以事先弃势 而后文艺 你看周朝开八百多年的盛事 就因为周公治理作业 他知道 一风一暑 莫善于音乐 安上慈名 治理人民安居乐业 莫善于礼啊 所以因为治理作业 开了八百多年 中国最长的一个朝代 这都不是偶然的呢 哪一个朝代比八百多年还长 而不止啊 周公开了八百多年的盛事 周公的德行 也成就了几千年的中国文化 所以唯有秉然周孔教 周公跟孔子的教委 至今仁义恰生名 你看这种生命的价值 至今周公跟孔夫子的仁义之道 还在教化着炎黄子孙 各位朋友 我们现在的文化衰败到很低点了 如何能脾及太来 就要靠我们这一个时代的盐黄子孙 发起这样的一种责任心出来 我们要把周公的生谋原律 我们要自己来生体力行 也要让两千多年以后的子孙 还想着 就是我们这一代的炎黄子孙 重新提起了 为往胜祭绝节的使命 才让他们在往后的几千年 依然有圣贤的智慧可以承传 好 这个是有生源的这种见识 而历史上另外一个反面的教材 这个秦始皇 你看秦始皇那很聪明 他可以用武力 把六国都打败统一了 但他不是用仁义 他看得不远 他觉得反正我就是武力 我就是 谁不听我的 我就杀谁 你看在 在打这个赵国的时候 赵国几十万军队投降 秦朝是下令了 把他们统统活埋 你看这个跟上天的好生之德 完全相悖 秦朝你看这么强的武力 只维持了十五年 就被推翻掉了 你看他聪明 他真有生源的智慧 而且秦始皇死无葬身之地 他死的时候不敢发伤 然后还要买一大堆死掉的鱼 放在他的旁边 放在他坐的坐车里面 他说那都是死鱼的臭味 其实他已经身体都发烂了 不敢讲出来 然后他自己的儿子 就被赵高给害死了 所以我们这一句话呢 也讲了比较长的时间了 这个我们 这一句一定要记得 事先弃势 而后文艺 好 然后我们接着 我欠大家太多了 上一次还有一段很重要 没有讲 损人自义 生之不详 弃劳取诱 家之不详 事弦认不孝 国之不详 老者不骄 幼者不学 俗之不详 圣人服逆 愚者善全 天下之不详 这个损人自义 当我们念念自私 都是损害别人 自己福分已经折损了 而当我们损人的时候 人家给你骗一次 骗两次 不会给你骗第三次 慢慢就重判清理 所以这样的人生态度 已经注定了不祥的预兆 所以孩子能不能 一生能够遇贵人 能够生活得很安详 那个都是从他的心地开始下水 第二句 弃劳取诱 家之不详 什么叫弃劳取诱呢 很简单 我们从我们当下的生活来观照 当我们夹起可口的饭菜 先给谁吃 先给孩子吃了 这个叫弃劳取诱 家之不详 没有把孝道 没有把先孝顺爷爷奶奶 表演给孩子看 他学到的就是 所有的人都要以我为中心 所以小皇帝 皇太后就这样出来 我们曾经在工作上 还看到一幕 这个先生 太太跟小孩 还有奶奶 四个人坐一起 结果这个太太呢 就拿起包包里面的食物 然后呢就 哎哟儿子啊 来来来来 这你最喜欢吃的 就拿给儿子吃 然后这个先生呢 在那里看报纸 在车上 突然吃到一半了 这个先生说 儿子啊 拿一点点给奶奶吃 你看都吃了一会儿了 才想到奶奶 结果这个媳妇马上讲 这个都没有奶奶爱吃的 那个先生想一想 继续看他的报纸 你看人迟钝到这种地步 那为什么媳妇都没有准备奶奶爱吃的东西 那根本就没有这份孝心 根本也不知道自己的一举一动都在给孩子做榜样 你都不为父母着想了 那以后你的孩子也不会为你着想了 他以后有好吃的东西 那也是给他的孩子 也是给他的女朋友吃而已 不会给我们吃 是吧 为什么 你交给他的就是私情嘛 不是道义嘛 他私情学到了 只要他喜欢谁了 他就为他赴汤蹈火 其他的人他都不顾 太多这种例子了 你看大学的时候 交了女朋友 拼命往家里挖钱 女朋友要什么都给什么 那不就是我们自己交出来的吗 你看吃东西我们有没有气到去 包含出去玩 都是儿子啊要去哪里玩 从来不问爷爷奶奶去哪里玩 甚至于现在更夸张的 老人家可以不作寿 孩子满月 孩子一岁两岁都要给他做寿 那在折我们子孙的福啊 他两岁三岁做什么寿啊 那真的我们这个 不听这些圣诫教诲啊 那这个会被我们的鱼翅给害死了 孩子两岁三岁他对家庭有什么贡献 他对社会有什么贡献 那给他做什么寿 把他的福分就在这个 那么小的年纪一点一滴都把他折掉了 你帮老人做寿 是给家庭做榜样啊 反而呢 父母亲说不用了不用了 我们就算了 然后就拼命只想着孩子的生日 这个都是弃老取幼啊 孩子生日啊 我们可以忙一个月啊 给他办个这个party啊 然后还联络东联络西啊 然后父母的生日忘记了 家之不祥啊 家之不祥啊 我们要明理啊 好 再来啊 世贤任不孝 国之不祥 这个国啊 在夫子那个时代呢 可以算是像现在的一个乡镇 因为那时候有八百诸侯 那小国很多 大家可能听春秋五霸 其实春秋时代的国家那都好几百了 那很多小国呢 那就没有在历史记载里面 所以就相当于一个城镇 但是可能呢 这个国家里面的人民啊 只有几千个 甚至上万个而已 这个都是一个小国 所以这一个国啊 就可以指 比方说我们现在一个公务人员团体 或者一个企业 都属于啊 这个国的范畴里面 那经营一个企业 经营一个团队啊 那最重要的是什么 是得到啊 好的人才的辅佐 那这个企业一定会兴旺 这个团队啊 一定会越来越好 所以你看呢 我们现在要经营一个企业啊 往往都直觉的反应是 要先有钱 而不是先有人才 你看我们的思维里面啊 其实都跟真理有一点违背了 这个都要很冷静去看 在中庸里面啊 有最精辟的管理学 但是因为经典被忽略了 所以中庸里面讲啊 凡为天下国家有九经啊 你治理天下国家 抓住这九个纲领啊 绝对可以把它治理好 九条定则 各位朋友 您曾经听过这个 天下国家有九经的举手 对啊 你看文化的瑰宝啊 我们跟着这些管理学的方向 今天看看这个大师 明天看看那个大师 每个大师讲的都有差异 到底要跟哪一个 自己跟的都有一点 心里面都有一点恐慌啊 到底谁讲的对 而这个沉传几千年 每一个盛世 都是依循这个标准的 我们却没读过 很冤枉啊 我们炎黄子孙 这么大的福报 我们把它当面错过了 那也怪不得祖宗啊 这个九经啊 在中庸里面就讲 曰修生也 你看一下子就点到核心了 我们今天要做很大的事业 自己的德行不好 你怎么做啊 根本不可能做得好 哪是说我抓了一个机会 然后我有钱 我就可以打出一番事业来 那个两三年就垮下来了 所以真有修身的功夫 做所有员工的榜样 事业也安定啊 家庭也安定 甚至跟你的员工啊 他的家庭也会安定 你今天当企业领导了 然后呢 自己不洁生自爱 还常常叫这些员工 跟你去这些花天酒地啊 还染上一些恶习 那你员工的家人啊 都会怨你一辈子 所以修身为本 愈修身也 愈愈尊贤也 你看哦 修身再来最重要的就是要提拔真正有德行的人才 来利益国家社会 所以这个国家最重要的要有贤德之人 来利益 来带动一方 相同的企业也是一样 你一定要找到好的人才 所以夫子曾经讲过啊 学生刚好问他 什么是智 什么是智者 智者之人 有智慧的人啊 看得懂哪一个人是有德行的人 这个叫智者 结果学生听完以后啊 不是很了解智者之人 夫子又接着提到 你知道哪一个是好的人才啊 你把他选提拔起来了 举职错诸啊 举职 把正职的人提起来 所有这些啊 只会拍马屁的 只会逢迎禅昧的 他们就不敢在这里了 就退下去了 而一个正职的人上来 就带动整个团队啊 那种正职的风气 那种未公的 天下未公的 气氛就起来了 所以夫子是提议 举职错诸亡 人死亡者之 你正职人上来了 还有点良心的人被唤醒了 他说那我们还是应该要效法这个人的德行 以前的这个做法不对了 整个企业文化就流转过来 结果呢 这个学生问了以后还不是很了解 就去又问子夏 子夏听了之后啊 非常高兴 夫子这句话讲的太有道理了 子夏接着又说啊 顺有天下 你看大顺啊 他治理天下 选于众 他在众人当中啊 看到这个高遥德行很好 举高遥不仁者援隐 他把高遥这么有德行的人举起来了 不好的人都走了 好的人都靠过来了 哎呀大顺都是选贤举能啊 那我们赶快来投效他 赶快来为国家民族 尽一份心力 所以你看大顺很省力哦 他把高遥举起来了 不仁者走了 仁者都来了 汤有天下 商汤 这个选于众 举一饮 不仁者援隐啊 所以你看啊 选贤才多重要 但是我们现在有没有选贤财 一个企业也好 一个团队也好 假如我们现在不只没有选贤财啊 还任用的是贪财的人 那不只一个人会贪哦 贪心的人都被他带进来了 所以一个地方贪污一抓 就是一堆人都贪污 因为举一个好的人 好的人都怪了 你用一个不好的人 一群不孝的人通通也聚过来 所以选贤财是治国关键所在啊 那我们要思考了 那我们有没有能力啊 选择选财 甚至于我们有没有德行 留得住贤财啊 你把贤财都找来了 然后呢 贤财劝诫你 你都听不进去 人家对我们的批评都听不进去 那贤财哦 他不是要你的钱啊 所以真正有德行的人哦 你很难把他求来 但是他很容易就走了 只要你不肯 听受劝诫 他绝不贪你这个薪水 苟言之不用 你真的正直的话 听不进去了 你给他再多的风露 他不会丢 叫难 这个贤人啊 难尽易出 但是哦 小人哦 易尽难出 他来了他就做米虫哦 就跟着你了 你给他拍都拍不掉 所以这个 就刚好啊 在夫子那个时代 子路啊就问夫子啊 说夫子啊 治理国家最重要的是什么 夫子就回答 尊贤 然后呢 见不孝 意思就是啊 尊重贤德之人 那要把这个不孝的人呢 要离他远一点 不能啊 要把他先隔离开来 不然他会啊 影响到整个国家的安领 诸位朋友说 可是人要有人爱之心啊 你把这些人都 不让他在朝廷里面啊 不让 那这样子对他们好像太残忍了 不对啊 你让他在这里啊 他造的业更大 所以让他先把他隔离开来 那是对他的爱护啊 然后你告诉他 你只要 真正学好地址 我很欢迎你再回来公司上班 但是你现在这里不做呢 那不行 我经营这个公司啊 我可要对这些员工的家人都交代 不能被你一个人搞垮 很坦诚的 这么讲啊 你真正改变了 我随时欢迎你回来 所以让这些不孝的人离开啊 也是一种对他的慈悲啊 并不是说对他的嫌弃 所以我们对他还是相信 人之处性本善 但是不 不愿意让他做坏事 自己造业 结果呢 子录一听完就说 夫子啊 那晋国有一个人 晋国的这个忠行士啊 他很尊重贤人啊 很厌恶不 不孝的这些人啊 可是他为什么亡国啊 所以我们这种问题 不只是子录会问 我们以后遇到很多情况 都会问这种问题 嗯 他也是有做咧 怎么会这样 那看要看到深度去 夫子接着讲 他尊敬贤人 把贤人 啊来我们公司 来我们的组织 来我们的单位 然后来了 旁边的人都说 哎呦他尊重贤人啊 好这个爱好贤人的名 结果贤人都把他 好你今天就做这啊 我每个月给你多少薪水 然后就让他干坐在那里 也不用他 那贤人留得住嘛 他觉得你根本就是找我来呢 赚个美名而已嘛 他会埋怨我们 啊对这些不好的人 你走走走走走 只是把他推到一边 你也没有让他离开政府 也没有让他离开这种企业里面 然后他知道呢你不喜欢他 他会对你记错 好你给我好好等着 我一定搞给你一个窝里反 所以贤人的人怨你不用他 然后不孝的人知道你会排斥他 他先下手为强 所以这个怨恨就在你的国家里面 所以禁国的忠行是焉有不亡的道理 所以这个又提升到深度的问题了 所以其实这个教会啊 大学就有了 见贤而不能举 举而不能先 命也 你见到贤人的贤德的人要举他 举了以后要用他 假如还不用啊 那是怠慢的圣贤人 那个是你这个国家的命运就不好了 见不善而不能退 退而不能远 过也啊 不好的人你不知道 赶快远离他 不要让他来破坏这整个国家了 那是我们的过失啊 没有懂得这个进退的分寸 所以真的啊 一本大学一本地归啊 把人生修身齐家 治国平天下的道理啊 讲得相当的透彻 好 我们时间到了 又欠大家两句话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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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